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的中小企业面对整个激烈的市场 竞争的贸易的市场 它所承担的能力也相对的不足 尤其在整个金融风险方面 中小企业的业主相对的需要 有一些金融的工具来协助它 我们银行对于中小企业这一块 我们是非常的重视的 我们在提指跟一些企业往来的时候 他们常常有说会开玩笑说 我们都做大企业 不照顾中小企业 事实上我等一下几个例子 就知道说我们对中小企业 事实上是非常的照顾的 尤其是我们在提供融资方面 我们跟属于中小企业 专门使用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有一些密切的配合 由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提供租金 由我们银行来贷款给中小企业 帮忙中小企业做出口 相对的提高中小企业对外的竞争能力 刚刚我提到我们对中小企业的换款 用什么数据来证明 我们到今年底为止 我们总共对中小企业的平均 达到出口这一块 有达到70.81元 叫上年度成长了20.16 也就是说成长了将近五分之一 可见这个成长率是非常的高 我们对大企业整个成长率 还没有那么大 另外是在输出保险业方面 我们银行的输出保险的客户 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小企业 虽然大企业买的保险的量比较多 但是如果就加户数来讲 我们的中小企业的加户数 原则上都超过八成 八成以上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经过我们的业务 积极的宣导之后 中小企业也知道说 做生意要赚钱 一定不能被倒账 万一发生的风险之后 一定要找一个靠山 我们输出就办了靠山的角色 我们在中小企业的输出保险 在去年度整个承受的四八成金额 新台币将近有254亿元左右 可见我们在中小企业这一块 琢磨也相当的深 无疑的我们跟中小企业 还是并肩在作战 台湾还是以中小企业为止 所以中小企业很多都感受得到 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个李培的案例 它也是一个中小企业 那一个金额对他来讲 可能对他整个年度的盈利 都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 那有一些我们这种金融工具 去帮助他对中小企业的协助 事实上是非常大的 那贵行35周年 那很多行业都是几十周年 都有什么特费案 我不晓得如果以输出银行来讲 有没有提供什么特费案 对对 陈主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说我们从68年到现在 已经有35周年了 那我们在今年从1月1号开始 到4月30号有4个月期间 我们对输出保险的增讯 有提供优惠的活动 那这个增讯有的包括 单一买组传统选的 我们的买组的增讯 包括我们一个Hall Turnover 就是全英越俄保险的 全球通的这个保险 那么对于买方的增讯 那么我们都有提供一些 优惠的措施 那这些优惠的措施呢 那事实上对于厂商 他事先要去了解 我们只要30秒钟 的增讯会用 的增讯它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如果要了解细节内容 可以上我们银行的网站 好 谢谢 这样最快了 对不对 那我们观众 如果您对这个输出保险 或者输出融资等 这些有需求 你可以上输出银行的网站 去了解35周年有特费 看完今天节目 这个就是你最大的收获了 好 期待未来我们所有的中小企业 都可以变成上市公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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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